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会邀请袁医生 帮我们分享一系列有关妇女怀孕期间 经常遇见到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其实也很常见的 而如何在临床上 袁医生会帮大家介绍同类疗剂 而帮助即时解决他们怀孕期间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妇女怀孕期时 很多事情都要小心点 颈色点 但如果出现了一些身体健康上的问题 往往担心用一些化学的西药 会影响了将来婴儿出生的健康 或者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健康的问题 你不处理 妈妈有这些健康问题的时候 其实胎儿成长上 相对来说也会得到很大的影响 相对来说 你没有看不够健康的婴孩 怎可以得到十足百分百的健康 所以在临床上 用同类疗剂 又可以一个有快脆 又安全的一个医疗方法 但是也要懂得如何用才可以 所以我们就请到袁医生 帮我们分享了 他超过30年的临床上的经验 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跟大家一路一路去解答和介绍一下 希望大家在整个怀孕期的时候 或者你身边有一些怀孕的妇女的时候 遇到这些问题 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合理 很适当的合适的方法去处理 麻烦袁医生 今天第一次帮我们讲的是 属于什么问题呢 接下来跟大家讨论 怀孕外人 大家都知道怀孕外人的意思是 那个胎盘的胎儿 就不是着胃在子宫里面 是子宫以外的地方 通常很多时候的书卵管 总之是子宫以外受人的胎盘 我知道了 我们的书卵管是很客袭的 如果你的婴儿一路成长 胎盘一路成长 它会一路胀一路胀 胎盘到最后 没有办法容纳到胎盘 最终会爆破 通常会出现第六和第十周期 即是大家在这个时间下 即是在这个时间下 第六和第十周期会出现 因为那时候真的胀盘到 没有办法忍受 导致下腹痛和出血 当然流血可能很严重 公外人是一个医疗紧急事故 这件事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 就要快去医院急诊室 很多时候有些人出现了公外孕 会担心会不会再生 我知道女性有左右两点 如果另外的书卵管是没有问题 其实你怀孕的机会一样 跟正常差不多 当然有些人公外孕之后 就会产生了情绪方面的问题 或者身体上可能有些问题 我现在所说 当你察觉到 譬如在第六或者第十周之间 突然觉得下腹痛 然后有些血出现 你会怀疑有机会公外人 当然第一要叫救伤车急救 入医院可以进去处理 但在等入救伤车入医院的半个小时 你可以用疗剂 我建议是两个简单的疗剂 当时突然觉得非常害怕 非常担心 好像快要死 这是欧烏头的阵营 另外一个情况 当你发现腹部突然很痛 痛得来有些血出 有些鸳鸳鱼鱼鱼的感觉 尿剂就是安妮克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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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克尺 如果我将它吃一次 吃它十剂 起码可以舒缓你的紧张 焦虑的情绪 令你的痛楚更舒服 但你还是需要医院处理的 这是医疗急救的事故 但也可以在家里做一些事情 安排医院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公外孕是感激 但也有些东西在同学疗法方面可以帮助大家 因为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公外孕 根本不可能令胎儿健康 或者成长的时候 一定要在医院处理胎儿的问题 但在医院之前 那个孕婦可能经历了这个情绪上的症状 刚才袁医生介绍的两只疗症 都可以帮助她们舒缓了 如果有时候那些孕婦 她未必知道自己是否公外人 因为未去检查的时候 但好像刚才出现了这些症状 可不可以利用这两只疗症 在过渡期中舒缓 其实公外孕是很多时候在临床上看到的 最初胎盘还是很小的时候 是不太看得出的 通常都是在临床上 在这段时间 即是第六周和第十周 出现突然之间的腹痛 跟着有些血 你就会怀疑 怎样也好 如果你有恐慌症状 烏头 有冤痛的冤症状 就出血三甘痴 吃了之后 你也要去找医生跟进 不可以自己放在家 即是要处理它 起码在症状更舒服之下 慢慢去处理它 不然就当它没事 是的 所以所谓同类疗法 在这些急救的情况上 可以发挥它的功效 当然了 检查后 证实是公外人 用医疗手法去处理它 可能就是说 咦? 未必是 你刚才怕死的时候 我们也有医疗 可以帮助到孕妇 那些问题 不会产生得那么严重 今天多谢袁医生 帮我们分享了这个情况 如果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 刚才提及的同类疗疗 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